虽然近日来有下雨 但却没有下在积水区 对于鱼池乡日瑞坛的水位 没有多大的帮助 也造成需要开船的船长 都需爬三层楼高的阶梯 才能够上班 上下班都要爬一次 大概两层楼到三层楼高度 汤坛啊 都自己要很小心 水位下降 太久没下雨了 水位下降 就每天上下班都要爬很高的楼梯 以前满水位的时候是平行 就一点点落差 水越慢慢下降 落差就越来越大 如果以我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很危险 以我来说啦 我是这样觉得啦 那他们专业的话 可能不这么认为 OK 好 议员王秋树表示 水位降低无法避免 除了节约用水以及祈求 老天下雨以外 也希望主管机关 可以重视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现在讨论水位 越非常越多 那我们现在讨论水位 都会有三层楼的楼梯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二月潭的船长 要来去开车的时候 都必须要把我们 把我们在三层楼的楼梯 开车 非常危险 在这里秋树也希望 我们日管处 可以在这里 我们这里的部分 可以做到一个 更安全的楼梯 可以让他们 如果水位下降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在这里 起路的时候 可以更安全 石信隆议员指出 水位降低 游客前往搭船的影桥也倾斜 对于民众来说 有些许的不便 希望主管机关可以参考国外 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就这个问题能够 应该不是说 每年碰到的时候 才做这个 这样的一个因应 应该再从这个 码头 云桥 让游客到码头的普牌的走道 在水位下降这个时期 也不要造成说 这样的一个危险状态 干看式天灾 虽然有下雨 但对于水位的提升 没有太大的帮助 还是呼吁民众 节约用水 并希望老天能够早日降雨 解决肛寒问题 记者邱平利于此采访报道